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直线方程式的求法 有参数式以及对称比例式 那么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呢 是的 他有的 他就叫做两平面相交的直线 那两平面相交的直线我们要如何求呢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个例题吧 首先 题目呢给我们两个平面方程式 然后叫你求出交线L的参数式 那根据这一个题目里面呢 既然是求交线L的参数式 所以交线就是代表有共同的解 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有一点P座标 叫做XYZ 然后在交线L上 那交线就是代表这两平面的共同解 所以也就是代表这一个连立方程式的解 所以呢既然P是在这两个方程式上 因此我们就令Z等于T带入来求解其他XY值 那我把它带入上面这个式子令Z等于T之后呢 我就会发现得到3S加2Y等于4-T 而第二个式子我把T带入呢 而第二个式子我把T带入呢 就会得到S加2Y等于-4-3T 也就是得到这两个式子了 那接着我要把它利用 两个位置数去找出X跟Y的解来 所以呢我就利用解连立方程式的方法 将两个式子拿来相减 那么我就可以把Y给它消掉得到2X 而右边这里我就可以得到8加2T 于是乎呢 我就可以找出S呢 就等于4加T 既然S找到了 我再把它带回去第二个式子 那我马上也可以求出Y 那Y是多少呢 我们把它带回去之后呢 就会得到-8-4T 然后除以2 所以我也可以得到-4-2T 因此我就可以发现出 我们的联立方程式的解 就叫做S等于4加T Y等于-4-2T 而Z等于T 这样就是我们直线L的参数式 所以利用两个平面找出来的直线L参数式呢 我们又把它叫做两面式了 接着我们就来定义什么叫做两面式 两面式 我们可以从刚刚这一个演练得到 其实交线L就是两平面方程式的联立解 那也就代表交线L也可以用两个平面方程式来表示 因此 因此这一个绿色框起来的联立方程式 来表示出来的直线L 我们又把它叫做两面式 所以从前面到现在 我们就可以得到原来直线L的表示方法 除了可以利用参数式来表示 也可以利用对称比例式来表示 以及最后一种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两面式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 来解释一下两面式的交线L 既然两面式可以表示我们平面的交线 也就像图这一块有两个平面互相交于一条线L 那由于两个平面都有它的法向量 第一个平面的法向量叫做N1向量 第二个平面的法向量我们把它叫做N2向量 而我们交线L上本身有一个V向量 是它的方向向量 结果你很清楚的可以发现我们的方向向量跟两平面的法向量都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交线方向向量 所以交线方向向量与两个平面法向量均垂直 因此呢我们就知道直线的两面式可以用两直线的法向量的外积 来求出它的方向向量 那接着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怎么求外积 然后找出我们的方向向量吧 外积其实它的方法老师把它叫做两支布拉伊法 什么叫做两支布拉伊法呢 也就是如果我现在给你两个法向量 一个叫做121 一个叫做2-11 那么我怎么利用布拉伊法 求出他们两个人的外积呢 方法如下 也就是N1向量 Cose N2向量 我要求出它的方向向量 我就把第一支布拉伊法叫做121 我把它重复写两遍 N2我把它叫做第二支布拉伊 也是把它写在下面 重复写两遍 然后把这个布拉伊去头去尾 然后再从中间 交叉相成相减 我就可以立即得到我的方向向量了 那么我们第一个数字得到的是2-1 3-1得到1-1-4得到-5 所以我就得到我的方向向量 叫做3-1-5了 接着我们来讨论直线跟平面的关系 我们的直线 在空间中我们的直线和平面相交的情形 会有几种呢 是的 它会有三种 哪三种呢 第一个 一个平面跟一条直线互相平行 这个就叫做L跟E平行 一个叫做直线L和平面E交于1点P 而第三种情形就是整条直线躺在平面上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直线和L平面重合 那当我们给定L和平面E的方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要如何判定直线和平面相交的情形 也就是如何用算式来解出它跟平面直直线相交的情形呢 那我们来练习看看吧 现在有一条直线L叫做1分之S-1 1分之Y等于2分之Z 然后有三个平面方程式如下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看看 这一条直线跟这三个平面它的相交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由题目我们知道现在直线L给我们的是直线参数式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S等于1加T Y等于T以及Z等于2T 那么我就知道直线L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所以我就将L的参数式带入第一个平面 也就是S把它带入1加T Y把它带T Z把它带2T 结果我们发现当我把它带入之后呢 我会得到T加1等于3 恰得到一个解T等于2 也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一个点坐标 叫做324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读得到这条直线L 跟我的平面E1是交于1点P 叫做324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条线跟我们的第二个平面是如何相交的呢 一样由刚刚我们找出来的参数式 我们把它带入第二个平面放成4 同样当我把它带入之后呢 我会发现X我把它带1加T Y我把它带T Z我把它带2T 所以同样呢 我就可以发现我会得到0等于0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不管把T带任何数 它通通都成立 也就是通通都落在平面E2上 那就是代表这条直线L 是跟平面E2重合的 也就是直线L完全落在平面E2上了 接着呢我们来探讨这条线跟我的平面E3到底如何相交 好所以同样的手法 我们把这个参数式带入平面E3 好 那结果一样带入我会得到左边等于3 右边等于1是不合理的状况 那不合理的状况就代表 这一个点不可能在平面E3上面 也不可能在平面E3的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代表这两个情形是不相交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一条L跟E3是互相平行的 好啦 那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直线跟直线的关系吧 请问在空间中你会发现两条直线会有几种关系呢 那我们来想一想吧 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总共分为两大类 然后总共有四种 两大类四种是指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种 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那就是L1跟L2互相平行嘛 对的 那这个我们叫做第一种情形 接着L1跟L2可能会怎么样 重合 再来你也会发现说老师 我可以把它说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啊 对啊 所以我会发现一条线跟另外一条线会互相相交 最后你会发现说 既然只剩下这三种了 那还有吗 有的 因为它是在空间中 有一种叫做不平行也不相交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对不平行也不相交 我们把它叫做歪斜 那这四种里头 请你仔细看一下 第一种有两个平行 它就有它的方向向量 方向向量是互相平行的 而第二种方向向量也是互相平行的 而第三种方向向量不平行 第四种方向向量也是不平行 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四种情形 两大类 那两大类就是代表一种是互相平行的 一种是方向向量不平行 所以我们如果利用直线的方向向量来说 我们会将两直线的相交情形 分成以下两类 也就是方向向量平行 跟方向向量不平行的情形 那其中方向向量平行的情形 就是属于这两条线互相平行 以及两条线重合 再来我们如果以方向向量不平行来看 那你就会发现它的两组状况 就是一种叫做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 一种叫做两条直线不相交也不平行 我们把它叫做歪斜 接下来说 接下来说 这个明天的相交也不平行 一样的感觉